孟加拉一个星期内两度遭遇了恐怖袭击 使得国内紧张局势升级 警方目前正全力的追捕 星期四在大型开斋节集会上发动恐怖袭击的一名武装分子 目前还没有任何的组织或是个人声称对这起事件负责 尽管警方已经加强了保安 星期四在吉少尔干节镇举行的大型开斋节活动 还是遭遇了武装分子的袭击 初步的调查显示干案是毁教极端分子 但目前仍然无法确定是否和伊斯兰国组织有关 不少的民众对于接二连三发生的恐怖事件感到担忧 孟加拉共有一亿六千万人口的毁教徒 经济不景气再加上极端思想崛起 使得当地的近年来的武装冲突事件不断的增加 伊斯兰国组织和卡伊达组织在去年都曾多次发动对非回教徒的攻击 伊斯兰国组织在上个星期的达卡餐厅人质挟持事件后 还威胁将在孟加拉国内制造更多的恐怖袭击 在这同时上周末同样遭遇伊斯兰国组织恐怖袭击的伊拉克首都巴格达 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了292人 当局表示更多的失踪者被确认遇难 这也是伊拉克近年来发生的死亡人数最多的攻击事件